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力地保护他不被碰撞到 助理则耐心地劝导大拍们 往前走好吗 可这些人并不听劝 还是将肖战一行围得水泄不通 气得肖战直接发飙 怒斥大拍们 听得懂话吗你们 往前走 在干嘛 有没有秩序 更让人气愤的是 尽管肖战都已经怒斥他们 这些人却依然不为所动 还是围着肖战拍 看得出来 肖战这次也是被逼急了 毕竟之前他不止一次呼吁不要蹲守 还特意买的凌晨的机票 可这些带拍 却还是拿到了他的行程 肆无忌惮地围堵跟拍他 还影响到了机场的秩序路人的通行 真的确实很过分 肖战一路低调现身机场 正准备飞往时装周 可是啊 没想到一线身就被那些跟拍者围得水泄不通 真是太让人头疼了 肖战看到这种情况 发火斥责了那些带拍者 呼吁大家维护机场秩序说起来 肖战可是多次呼吁相关秩序 那些狗仔和带拍们就是不听 非要在他剧组附近蹲守 肖战故意选择凌晨航班 希望能够避开人群 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带拍和私生 他们如影随形 把肖战围得严严实实 真是让人气愤 尽管肖战发生抵制 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这说明带拍这个灰色产业 真是得好好整治一下了 严重影响了公众秩序 从屏幕外都能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氛围 明星们真的应该坚定表达自己的态度 记得王俊凯也曾遭遇过类似的情况 当时也是愤怒不已 明星们怒对带拍的事件 真是屡见不鲜 但为什么带拍 偷拍行为还是屡尽不止呢 官方也对此进行了点评 看来明星们在面对带拍时 也是有心无力啊追星嘛 本应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真心希望那些带拍和私生们 能够尊重他人的隐私和权益 同时也尊重自己的道德底线 大家都理智一点 让明星们能够安心地工作 为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这样不是更好吗 针对肖战被围追堵截事件 有一家蓝V官媒就开始锐评 坦言肖战一向好脾气 很少见肖战生气 肖战是真心很担心大家的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都无法容忍 跟拍很恼火 也无法接受 据悉 有一家蓝V媒体 瑞评肖战在机场发怒 原来肖战在机场出发 参加米兰时装周的过程中 被跟拍骚扰和围追堵截 严重影响正常秩序 肖战一连三问 大声维持秩序 结果收效甚微 其实肖战已经很善良了 也做足了充足的准备 故意选择凌晨人少的时候出发 还是被围追堵截 现场一片混乱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看到这种事情也非常无奈 一直都在呼吁 说尽了好话还是无济于事 更让人恼火的是 一些人会将这些人打上粉丝的帽子 认为这些是不理智粉丝 真是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总之祝福肖战 希望肖战的状态不会受到影响 也不仅仅是这一次 肖战在藏海传剧组拍戏 同样遭遇到了麻烦 剧组已经将拍摄场地围得严严实实 还是挡不住待拍的热情 试问这些人没有一点羞耻心吗 这条产业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打击掉 不要跟车跟飞机 不要跟阻 不要偷拍 不要围堵 而且就在2月20日 肖战还发文表示 希望大家不要蹲守跟拍 尊重他人 也尊重自己 可事实告诉他 这些带拍根本就不接受呼吁 尽管肖战已经选择了凌晨的航班 也走了VIP通道 却还是被他们围堵跟拍 能不气吗 其二 在网上流传的画面中有这样一幕 一位穿黑衣服的女生 从一开始 就一个劲地往肖战身上靠 前后被保镖推开了三次 要不是有工作人员顶了他一下 估计他都要扑肖战身上了 如此极度自私 不顾他人感受的行为 能不让人生气吗 网友们看到这些带拍的行为 也纷纷留言怒斥 有人表示 肖战还是太客气了 要是换作是我的话 直接就开骂了 这些人简直太过分 有人直言 肖战干得漂亮 这些人说也不听劝也劝不动 真的很讨厌 还有网友则吐槽道 带拍和假粉真的是为了钱 不管不顾啊 好多艺人都不堪其扰 骂他们都是轻的 不过话说回来 去年2023肖战这次米兰之行 实在太出圈了 所以这次才早早就引起那么多关注 肖战抵达米兰 再展巨星风放 不出意料之外 肖战带着米兰时装周的话题 冲上世界趋势第九的高位 在人高马大的保镖中间 肖战依旧是最亮眼的那一个 机场走出秀场范儿 肖战就是了不起啊 肖战此次米兰之行 可以说是备受期待 一个时装大秀 机场秀也是秀的一部分 虽然出发时 在国内 因为私生和大拍的原因 让肖战小小烦恼了一下 但是抵达米兰的肖战 拿出了最佳状态 肖战全身上下 都来自于品牌的特别定制和超级 这就是巨星的牌面和待遇呀 之前大家猜的墨镜定制款 此次也得到了验证 针织帽 墨镜 长款风衣 开衬裤 小白鞋 整套装造潮流又高级 贵气又时尚 在一众国外保镖的护送下 肖战随意洒脱地 走出了大老乍街的感觉 妥妥国际超模法 肖战这短短的一小段机场视频 被网友朋友们 配了无数个背景音乐 大家说每一步都踩在了人的心尖上的感觉 此次接肖战的 是托德斯品牌派出的安保级工作人员 肖战一下飞机 应该就应该感受到了来自于米兰的热情 粉丝朋友们热情迎接 品牌方用心的准备 贴心保护 肖战 当之无愧的东方巨星 这牌面 谁看了都会说一句真牛 肖战现身的瞬间 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芒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尽管肖战包裹得很严实 但是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疏离的气质 网友朋友们说肖战气场八米一 此时 肖战他不仅仅是一个艺人 更是中国文化的使者 将中国的优秀艺人的风采和魅力 展现给世界各地的观众 明天米兰时装周托德斯和古之两个品牌的大秀 即将拉开帷幕 我们一同期待肖战在国际时尚舞台的精彩表现 明天米兰时装周托德斯和古之一